關於昨天行政會議通過的專營巴士加費 容許我在這裡說幾句 我想稍後運防局局長都會再詳細公開解釋 這次的加價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正正由於麥議員或者劉議員剛才說 我們是知道經濟很差 失業率高企 民生已經受困 這個時候加價就會影響到市民日常開支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我們提交的文件 過去兩三年正正由於一系列的因素 我們是沒有批准這些巴士加價 它不是最近提出 它提出了一段時間 事實上今次專型巴士加價有兩間 起碼是七年和十年沒有加過價 在正常做生意你都可以想 怎可能這麼長時間不加價 可以維持到市民想見到的專營巴士服務呢 我們有大量的數據可以交給議員 就是我們詳細看過它的財務 每間巴士公司都蝕到入獄了 所以如果不讓它這次加價 結果就是公營的巴士服務將會大幅下降 而巴士公司是需要裁員 或者放母山架 這些都是基層市民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採取的方法就是 盡量去舒緩加價的壓力 早前你記得我們免修了那些巴士 經過隧道那些 就是今次發揮的作用 它可以緩解一下那個加價的幅度 而其他我們自己政府提出的 公共交通服務津貼 我們亦都是放寬了門檻 提升了可以回歸的上限 直至到今年年底 在在都希望可以舒緩到市民 在今次巴士加費之下的壓力 但是如果不讓它加費 我剛才說的那些不良的後果 將會馬上出現